社會焦點來關心 移民署新北市專情隊 前往五谷區的資源回收廠 查氣逃逸外勞 結果遭到業者違法強勢阻攔 不但持短刀丟磚塊做事攻擊 甚至還開怪獸 把移民署的公務車當場砸爛 噴辣椒水也制止不了 最後警方貨報趕到現場歹人 將老闆移送法辦 男子情緒失控 操作怪獸用刮斗直接就往車上砸 報警 不只狂敲猛砸 下一秒怪手竟然像夾娃娃機 夾起車頭往下重摔 整輛車瞬間沉了廢鐵 但他砸完車還不夠 我不要收手票 我來這邊查查是違法 我跟你講你下來 你這樣殺人罪喔 你殺人罪喔 我告訴你 你不要越搞越大條 甚至做事要開怪手撞人 還衝下來亮刀搶聲 要拿刀耶 開地孔過 老闆真的是瘋了 先北五谷證明資源回收廠老闆 涉嫌雇用非法移工 24號下午3點多 移民署專情隊找上門 讓他瞬間大爆走 不只開怪手砸車 更人磚頭 拿水果刀做事要傷人 直到被辣椒水噴了 才守手 離譜的是警方趕到場 老闆還變成因為不知道上門的人是誰 才情緒失控 追捕過程中造成兩名專情隊員脖子挫傷 索性是沒有大礙 資源回收廠老闆大動作挑戰公權力 真功讓非法移工逃跑實在太誇張 而他下場就是被依妨害公務 妨害自由及傷害回損等罪移送法辦 記得潘文玉講目以新北報導